紅衣男子右手不斷由火光竄出 旁邊都是書本超藝人 兩兵包圈嚴肅上前對峙 前後夾擊壓制 趁機把男子手中的打火機拿開 到的時候他正在破 我是到的時候就是看他在跌 有動作打不著 要先把他賴打走 驚險一瞬間 當時包圈回憶當時親戚 狀況危機 一個不小心就差點讓台中奇美成品 變成一個大火爐 二十四歲的黃姓男子工作不順 直接買將近二十公升的汽油 企圖縱火 只要一成功 整個商場複製一具不堪設想 民眾機制用水潑濕搭貨機 讓嫌犯無法順利點燃 加上包圈超強應變能力 救了整個商場的人 側面直接撲過去 沒想那麼多人 我的工作 我學長先把他壓了 看他來打還撥在手裡 來打就拿走 當時嫌犯被呵斥還露出詭異笑容 幸好民眾跟保全聯手 才能成功化解這場危險意外 順利將嫌犯送辦到案 記者 揚聲 彭宇菲 台中 彩鳳部到